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觉得最近我人又漂亮了 身材又好笑吗 对啊 真的有点 这种菌真的可以 菌?你客人来打浴毒钢菌? 喂 你不要乱说 我说的菌是益生菌 你没有听人说过吗? 有人说喝含油益生菌的乳酸饮品 喝了就可以封胸 蜂蜜就可以肥发 喂 我随身都戴着 对于你这个说法 已经有测试结果 答案就是 非 搞错啊 这么怡气 你都没测试 看你就一目了然 否则你随身戴着 在室温下的菌都死了 真的吗? 含益生菌的乳酸饮品 近年受到内地同胞追捧 在超市市多大量入货 多到连雪柜都没有位置放 要放在室温之下售卖 网上传闻 室温之下的益生菌会热死了 喝乳酸饮品变相只是喝糖水 究竟传闻是试还是非呢? 我们立即请教王家兴博士 益生菌主要有两大类 有双脚菌和乳酸菌 而在我们市面上 常食用的产品里面 主要都是由乳酸菌发酵而成 当中包括一些乳酸的饮品 和乳酪 益生菌其实它促进长度健康的功效 其实已经有过去多年的科研实去支持 当中包括一些它能够有效地 抑制一些长度有害的细菌生长 亦都可以促进我们的长度蠕动 从而令到我们的排便更加畅顺 王博士 乳酸菌是益生菌的其中一种 现在我们知道 乳酸菌在室温之下 是否会全部死掉? 因为网民是这样说的 不如我们做个测试验证一下 好主意 好是好非 宁便是非 我们买了三款 因此我们声称含有乳酸菌的产品回来 每款产品各分成两组 一组放在摄氏四度 另一组就这样放在室温 经过三日就可以拿来做测试了 那我们现在首先要将一些乳酸的产品 放入一个叫做蛋白凍水里面 用来去减低它的浓毒 那这个旋温选动器 就可以令到本身里面的东西可以均匀一些 旋温 那就将这些培养机倒入水 那培养机呢 其实是一个营养液来的 那这个营养液呢 其实在市面上买回来 它已经是特定是被一些乳酸菌去生长 气息成不同浓度的样本之后 就放在摄氏三十七度下 纵菌四十八小时 哇 有这么多碟 不是要数完吗 那又不用的 那我们做这个罪裂气息的原因 就是想找一个方便点的方法 可以计算到适当的菌素 那所以当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选一些 大约在二十五至二百五十个菌素里的碟 那我们才开始做的 为了验证乳酸菌素量 是否会随着存放温度上升而减少 甚至是全部死光 我们不断数 不断数 数到豆鸡眼都在所不计 最后发现三个样本是同一稀释度下 两个点的菌素都好像差不多 其实结果看到 我们在市面上买了三种乳酸产品 放在室温二十五度 外放了三天 而它里面的菌素 其实和我们放在四度冰箱里面 菌素没有太大的分别 所以在网上说 室温二十五度 杀死乳酸菌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 乳酸产品放在四度 其实乳酸菌在四度 它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 如果我们能够将乳酸菌的产品放在四度 我们在保释期里面 就可以确保乳酸菌的质量 而在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 将一些乳製品放在四度去储存 也能够减低变坏的风险 除了温度之外 还有什么要注意 当乳酸菌经过我们的围捕 强酸菌时 会将它们杀死 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些 比较有耐酸性的乳酸菌 从而保证有足够的乳酸菌 能够去到长度 发挥它的功效 总结今次科学验证 室温之下乳酸菌不会死光 但是不放入冰箱 便会有变坏的风险了 室温之下乳酸菌不会死光 即使我带出家乳无问题 一定是生命道计 西施不肯说真话 家琪 我也觉得生命是有些道计 是的张医生 你也觉得是的 是的 你真的胖了一点 蛤 其实益生菌对肠围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特别对于肠炎的病人来说 有时可以有帮助 至于有些人说益生菌有风空美白的作用 而且这些是没有医学的根据 不过在很多品牌的医生菌 也会有很多糖分 所以喝太多糖分的话 也会有增肥的可能 所以喝太多就不可能 蛤? 原来喝太多是不行的? 我还买了几箱在家里 看来你过期迟都可以喝完 不如你回到公司给同事喝吧 唉 又益了生命和阿里 我还在吃点 你怎么 找什么呀? 冷了 你这么连肯 你把水啪起来 还是火烧起来? 我刚才... 可以了 你在喝什么? 找冰袋和豉油 你帮你處理伤口 何来有伤口呢? 这么大的? 小哥, 紅色而已 我剛剛去完阿扎名, 用手背印年畫而已 誰知你這麼有藝術細胞 嘉琪, 你就不對了 我只是想幫人 嘉琪, 我不是說你幫人不對 我只是說你是處理得不對 冰夫說得不對嗎? 是呀 因為如果太冷的溫度 你能夠將手的細胞加劇損害或受傷 例如一級的傷害只是傷紅了 但如果你要用冰的時候, 可能引致二級的消傷器 如果你的手沒事的時候 拿著冰在手上, 要超過一分鐘的時候 手都會覺得刺痛和麻痺 但你家裡的老人家說 錄傷之後就拿了豉油膚傷口 為什麼這樣又不對呢? 豉油也是錯的 因為豉油其實不是塗在傷口上 不過在以前那個時代 因為住來水不是那麼方便的時候 有些人在廚房錄傷或燒傷的時候 就手就拿豉油淋在傷口上 可能有點涼涼的感覺 但因為亦都可能會造成傷口不必要的感染 我知道有一個辦法 一定可以處理燙傷的 牙膏和雞蛋 網上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你為什麼隨身搭牙膏和雞蛋呢? 雞蛋是肚餓的時候吃的 牙膏就吃完雞蛋之後要拆牙 一般來說, 牙膏塗上的傷口 只是一種涼涼的感覺 但不是正確治療燒傷的物品 雞蛋亦不正確 因為一般來說, 人們以為有膠原蛋白 其實就不是用生的雞蛋 弄上傷口 因為如果雞蛋是骯髒或受傷感染 可能有些沙門士菌或細菌 弄上傷口就更加不理想 既然敷冰、豉油、雞蛋和牙膏都不行 正確處理燙傷方法應該是怎樣呢? 我們首先要做一些個人防護裝備 例如我們要戴上一些口罩 因為我們不應該對著傷口 有咳嗽或口水移進去 或者穿戴好安全的手套 才會處理病人 因為免得體液的交叉感染 然後我們就會沖水 首先我們會冷卻相處 冷卻相處 冷卻完之後 我們會先抹乾它 我們會先抹乾傷口多餘的水分 首先到它沒什麼痛楚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一塊膚料遮蓋傷口 如果沒有膚料的話 如果我們在廚房裡有保鮮紙 如果當傷口冷卻了的話 用保鮮紙做一個保護 也是相當好 就是用保鮮紙包著燒傷的部位 是相當理想的 如果一般是一級的燒傷的話 就不太嚴重 就可以自己去看醫生 如果真的二級或三級以上 就要重促去急診室接受醫生的診治 因為如果不是 可能將來可以 或是皮膚發炎的時候 它的效果都相當嚴重 如果一般燒傷超過十個百分比的時候 或是達到二級或三級 就一定要接受醫生的診治 會比較理想一點 Vishin 今天謝謝你教我們這麼多東西 教我們有沒有帶禮物來 最多我自己叫我一會兒 我送我一隻雞蛋給你 不用客氣了 我今天還要考試 我不想吃雞蛋 Aia, 你今晚約了媽媽做甚麼 約了媽媽吃飯, 然後看電影 你呢? 我約了媽媽做美妝, 又很漂亮 家綺, 你呢? 我約了我媽媽學是非 學你爸爸的是非嗎? 對 你會不會學我和Ali的是非? 當然會 你為人這樣嗎? 我爸爸又想知道白頭髮會不會越長越多 我媽媽又想知道你們說減肥的謬誤 那觀眾又有分多是非 這個是學是學非, 不是學是非 有分別嗎? 當然有 當然有 學是學非, It's once, right? 是動詞和名詞 不是, 怎麼這麼複雜 學是非, 學是學非, 怎樣? Bengsir, 中文的Bengsir Bengsir, 快點… 申明你跟她傻, 沒有她的 你… 別這樣, 別這樣, 別這樣 你… 別這樣, 別這樣 別這樣, 別這樣, 別這樣 這樣, 我想知道 我可以做好 我可以做好 當時, 別這樣, 別這樣 我現在是熟悉的 妳的一組 我可以做到 我身上有甚麼 我可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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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做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